可能会有几个地方呢 比较特殊就是说 我在云端上面有放那个就是 比如说你这个城市 假如说因为有些画面 可能因为那个宽度不足 那会造成你可能需要常常往右 就是跑来跑去 所以你会可能怎么样 希望这个城市怎么样 可以换航 那换航特别注意 在VBA里面的换航 你不能随便看到哪里就enter 因为你移开之后 它会出现错误 为什么 因为它会把上面一行跟下面一行分开来了 那如果说你希望它上面一行跟下面一行 假设分两行 但是它还是连在一起的话 你需要记得一个规则 什么规则呢 一请你先找到什么 找到end符号 这边end符号 这边end符号 那在end的前 我习惯在end的后面 后面的空白 后面的空白 加上一个底线 underline 就是你找到end的空白 后面的这个地方 加个底线之后 你再按enter 离开就ok了 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加了这个底线的话 它会把下面这一行跟上面这一行 视为是同一行 那什么时候会用到 就是说你可能 程式呢 写了很多啦 可能会跑到很右边去 那很右边 你有时候要拉来拉去 其实不方便 你导步怎么样 把它换行 但是换行记得就是要在 我习惯是在end的这个空白 后面加 一个底线 end这个 ok 这样的话呢 它以后就会把下面那一行跟上面一行当同一行 ok 大概是这样的 那这个是第一个 就是如果你未来遇到程式比较冗长的话 可以加一个underline 记得是加在这个位置 ok 这个位置的后面 千万不要忘 如果你规则忘了 比如说你这个地方也不行 如果你少一个空白也不行 一定要是什么 空白加一个underline ok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那当然我刚刚讲的制定函数做完之后 马上就有同学会问说 老师 就是那个刚刚你那个手机函数啊 有点麻烦了 123 那未来如果说还有456789 可能很多个啊 那一串的 那你不是一直选一直选 那其实是有比较快了 一定会比你之前下那个公司来的快 可是还是很麻烦啊 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 如果它在同一个范围的话 可不可以这样刷一下 它就自动怎么样 嗯 自动帮你把那些资料全部串一起 那会更方便 因为有时候后面有大概很多栏 然后你 你希望加快 所以这个地方还可以再让你简化 那怎么简化 一我们需要怎么样 把这三个 变成一个 它选的时候 就选一个范围给你 那特别之后 它选一个范围给你 可是你这边接到的时候呢 理论上应该本来是要接三个 可是你现在变一个 那一个的时候呢 有点像的时候 你现在一个包裹 这个包裹里面 它可能分三个 三个给你 然后呢 现在怎么样 一个大箱子里面 放了三个包裹 那怎么办呢 你必须要怎么办 把它拆开来 一个一个再把资料拿出来 再把东西拿出来 一样的道理 所以这边有个概念 一 它给你的 一定是一个阵列 特别重要 在那个Excel或VBA里面 如果是连续范围 一定是叫array array就是阵列 所以呢 在Excel里面 范围也是一个阵列 那阵列是什么呢 阵列实际上就是 连续的资料 可能呢 这里面呢 不止一个资料 它有好几个 像这边的阵列 它会有三个资料 那我要怎么去接收呢 一 我先把它接到了 二呢 我在需要的时候 我再把它切割 那切割的概念是这样的 我如果说要接 那我接过来 我先把这个接到用一个A 这个A是一个变数 一个阵列的变数 我由它来帮我接 接到之后 我怎么把它切开来 很简单 它的概念跟sale很像 这个一列 一栏 一列 二栏 一列三栏 那在那个正列的概念 一定是 如果你要抓这个资料的话 其实你将来先把这个array给它 如果你要抓里面的资料 就一 支一 一先列 再栏 跟sale很像 sale是先列 再栏 第二个资料呢 如果你要抓这个资料的话 就是A1-2 抓到这个 这个的话呢 应该可以理解 1-3 那未来如果你好多个的话 那就1-4 5-6-7-8 反正几个就几个 类似的概念 那OK 那怎么样把程式做一个改写 如果我今天想把刚刚的自定函数 改成那个什么呢 手机叫范围好了 那怎么改比较快 1 其实你可以不用重新插入一个程序 因为要打很多一样的东西 所以我的习惯怎么样 把这个怎么样 拿来复制 复制的话按Ctrl键 这样就好了 Ctrl键按住了 其实这一招还蛮好用的 其实就等于Ctrl-C Ctrl-V 复制贴上 一拉就可以了 所以有时候写程式 懂一些小技巧 写程式会写得很愉快 拉一拉 程式就写完了 一转就可以跑了 感觉还蛮有成就感的 好 那再来的话 就是手机呢 我加一个范围 名称不能一模一样 所以记得方学的名称呢 把它改一下 手机范围 那再别注意 如果你这边改的话 下面这个也一定要改 否则它会漏接 所以这个范围两个字 也把它复制到这边来 然后呢 电信业者后面的话呢 我们就变成只要一个 那告诉他说 你给我一个范围 所以叫电信业者 叫电信业者范围好了 这个时候本来要三个嘛 就有点像你本来要接三个包裹 你现在只有接一个包裹 不过一个包裹里面 还是有三个包裹 你必须还是再把它切开来 那我要怎么切开来呢 基本上一 电信业者 这个东西谁去接 一定要有个人去接 就有点像一个大箱子 你要先放进那大箱子 那那个接的A 这个变数 制定的 不一定要A 你叫其他名称也可以 不过习惯 只要接那个阵列 我用array 反正就缩写 A A等于什么呢 电信业者范围 所以我就把电信业者 先丢给什么呢 先复制 一样Ctrl键 先丢给这个A 那A切到之后呢 未来第一个资料 本来是电信业者 现在改什么呢 A 刮弧 1-1 那这个的话呢 就A1-2 一之类推 所以我有时候会偷懒 Ctrl-C Ctrl-V 把这个改成2 把这个改成3 好 写完了 应该可以看懂嘛 其实没有太多的 太复杂的东西 只不过就怎么样呢 就是把原来三个 变成一个 然后呢 用A去接 接到之后呢 用1-1 1-2 1-3 去表示 那未来当然 如果你还有很多 你就4-5-6-7-8 一直往下啦 那当然的话更多啦 可能蓝数非常多 也许你可能再写个回圈 去处理会更快 不过这个我想 以后有遇到再说 好应该可以理解这个逻辑 再来就测试了 OK 那再来 我们一样 把这个清掉 然后插入一个函数 手机范围 好 按确定 试一下 这个刷一下 这个时候你就刷 不特别重要 它是一个范围 所以你 不能像有些同学 中间断掉了 老师我希望 这两个 然后这三个 这后面还断掉 不行 一个范围是连续的 连续才叫范围 不连续的话 不叫范围 OK 所以一定要是连续的 好 按确定之后 那你会发现 它用什么大刮壶 1 2 3个 传给你 串完之后呢 Return回来 结果一模一样 有没有 这样的话呢 来处理应该会更快 就只要选 一个范围就可以了 OK 所以这里的话 我想各位 试一下 把这个地方呢 试着做做看好了 那做完的结果呢 如果你一下来不及记 在云端上面的那个 我们的云端白板这边 这边有个程式 打开来的话 这边也有程式 我刚刚写完的东西 这个是手机的方选 这个是手机范围的方选 如果你现在做错 或者什么样 你复制贴上 它一定可以Run 你可以比较一下 看哪里做错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